海神台风最近几天虽然没有直接的影响到台湾 但是却让北海岸还有东北角海日掀起了巨大的风浪 像是金山竹台双雨呢 在上午就出现了海间的大浪 但是仍然有大批的游客到海边关浪 更有人为了取景不顾自身安全近距离拍照 还有父母亲为了帮小朋友拍照 差点就让小孩摔下了数百公尺深的悬崖 这个画面呢让人看了是触目惊心 金山竹台双雨因为造型特殊是热门打卡经典 但是上午风浪强劲 还是有许多民众冒着危险 站在离岸边不到一公尺的地方拍照留念 只见人站在巨石上一旁海浪一打 立刻激起两三公尺高的大浪 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把人捐走 应该是今年最大 也很少见 因为它今天的浪花很漂亮 海神台风虽然没有直接影响台湾 但台湾北部海岸和东北角海域 也出现台风天的强浪 最大浪高达到三米一层楼高 在基隆还有不少民众不顾生命危险 特地来岸边观浪 还有家长带个孩子到观测窗口拍照 却险些让孩子摔下数百公尺深悬崖 但这话才说到一半 岸边就又卷起大浪 激起大片水花 让人看了十载捏一把冷汗 民众还是不要忽略潜在危险 以免乐极深悲 记者蔡志恒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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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